我们说完了这个政策的这个线索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完了这个政策的这个线索之后呢 我们归根结底讲的是税法 讲的是留底税额的退税问题 对吧 那么留底税额的退税到底退多少钱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点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这个至关重要点就跟我们刚才给您讲这个例子 你看最后我们举个例子 人能退多少钱啊 最后人家能退29.83 你得把这个数给人家算出来 对吧 那好 接下来我们按照这两个新政策 一个是2022年的14号公告 一个是21号公告 这两个公告既能退增量 就增加的比2019年3月31号多的那个书 还能退存量 对吧 所以这书到底能退多少钱呢 你一看能退多少钱 在这里边 看着啊 您就会有点乱了 他说 这两个政策情况之下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底税额 等于增量留底税额乘以进向构成比例乘以百分之百 你看是不是先进制造业也是乘以百分之百 对吧 然后允许退还的货存量也给退了 存量留底税额等于存量的乘以进向构成比例再乘以百分之百 然后接下来您再看这 他说 关于增量留底税额 关于存量留底税额 各自怎么退 好麻烦 我跟你说 我直接给你这样去念的话 您绝对就蒙了 您绝对就蒙了 所以呢 这里边还有举例说明啊 举例说明增量退多少钱 举例说明存量退多少钱 我觉得这都不太好 我们先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大姐夫 看着啊 大姐夫和大姐 大姐夫和大姐呢 他们是成立了一个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的公司 然后人家呢 是生产并销售巧克力的制造业企业 然后这个时候呢 假设啊 他在2019年 2019年我们初39号公告的时候 他就听说这信了 他就说 我们能不能享受留底税额的退税啊 他说我们有时候月底 就是没有消化完进向税额 然后我就说了 我说你想享受的话 比连续六个月 且这六个月还不能低于五十万 我说你能做到吗 他说哎呦 做不到 我说做不到 那就跟你无缘了 你就别想着这个退税的问题了 好好干买卖吧 然后没想到呢 哎又过了两个月 大姐夫又给我打电话 说哎我听说 从2019年6月1号开始 不再强调连续六个月 且第六个月 都是只要比2019年3月31号大 就做增量全额退税 我说那个跟你无关 你一个巧克力生产企业 你能算作先进制造业吗 他算不上先进制造业 对吧 好 这相当于是2019年就这么过来了 2020年疫情就爆发了 2021年疫情就爆发了 到了2022年 疫情的第三年都撑不住了 然后呢 有一些企业 他真的都停产了 但是他停产的过程当中呢 他可能还会有一些采购 对吧 他卖是卖不出去 但是他防止 万一哪天放开了 他又想有货呀 所以他就开始买 卖不出去 就会形成不了肖像 买呢 就有镜像 他就会有留底 好 到了2022年 咱们国家不就出了一个14号公告吗 然后大姐夫给我打电话了 说 哎 我听说啊 说今年好像有一个什么公告 说原来先进制造业能用的 是连我和你大姐这个制造业也让用了 是吗 我说是 哎 我说你这消息还挺灵通 确实从2022年开始 4月1号开始吧 4月1号 纳税申报期起 其实就是 按月的话 就三月的纳这个税款所属期 按季度的话 就是第一季度的税款所属期 我们就可以给你把原来先进制造业才能用的 给你们制造业也能用 对吧 而且如果您是属于 您不是制造业 如果您被接近为是微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话 也能用 这时候我大姐夫就说了 你帮我也看看呢 我是能退啊 还怎么着呢 我说你问问你们会计 你们问问你们会计 2022年 它的 4月 大税申报期 就是三月的税款所属期 对吧 我说你问问你们会计 2022年 三月底你们的这个税额是多少 然后人家会计说了 三月底我们是应纳税额 那就说明是个证书 我说你再看看 四月底呢 比如说下一个月 四月底也是一个证书 我说你再看看五月底呢 五月底也是一个证书 五月 就是三月底 四月底 五月底都是证书 意味着什么 都是应纳税额 对吧 六月底呢 一看也是一个证书 都是应纳税额 等到七月底的时候 哎这时候大姐不来电话了 说哎我们会计说了啊 我们这个 七月份我们镜像比较大 啊 然后我们是一个 这个负的 负的就是我们的行话 叫流底 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2022年的 七月三十一号 它是一个 比如说啊 是负的七百一十万 是负的七百一十万 那也就是说 这个2022年的十四号 公告出来以后 四月纳税申报期起 相当于是三月底 四月底 五月底 六月底 这四个月 它都是应纳税额 就往税务局去交就OK了 然后等到七月底的时候 你看七月三十一号 它是一个流底税额 对吧 然后大姐会说 这回我能退吗 哎 我说这回呀 哎你能退 我说你问问你们会计 2019年的三月三十一号 你们的流底税额是多少 他去问去了 他一问 他说 2019年的三月三十一号 他们的流底税额是负的六百五十万 负的六百五十万 这时候我就跟大姐夫说 哎呀 我说你们是真有福气呀 咱们国家就是从今年2022年的 第十四号公告开始 除了退增量 还给退存量 就是助力于你们企业发展 那大姐夫说 你赶紧给我看看 我能退多少钱呀 我说第一个 咱们现在可以按照原来先进制造业 用的那个按月 来全额退还你的增量流底税额 您看有增量吗 有 所谓的增 它一定是跟存比较的 那您看看 都是同样都是流底税额 这是六百五 这是七百一 那您说有增加吗 当然有增加 我们刨掉负号不看 因为流底税额都是负的嘛 相对于是增加了七百一 减六百五 减六百五 相对于是增加了六十 你看啊 这时候退 退什么 这叫退增量 看着啊 我要给他退增量 增量是什么 六十 这六十就七百一减 六百五来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问他 我问什么 我说姐夫 我说你是个巧克力生产企业 而且我记得你们企业经常做花生巧克力 你那花生都从哪买的 他说我那花生都从农民老大爷那买的 我说对 我说我经常听到你的员工到各处去考察 都在国内转悠 买的什么机票啊 买的火车票等等 你做过没做过国内旅客运输的这个计算抵扣 他说做过 那么这时候我就说快让你的快递去看一看 从2019年的四月一号开始 你看这是2019年三月三十一号 转过天来不是四月一号吗 从2019年四月一号开始 一直到2022年的七月三十一号 这几年期间你们所有的镜像税额是多少 我姐夫说了问了快递了 所有镜像税额是一千五百万 那我再说你再看看你从2019年四月一号到2022年七月三十一号 你的采购农产品就计算抵扣和国内旅客运输计算抵扣多少钱 姐夫说了一共是一百万 那好 不成比例就应该是一千五减一百 这一百是不能各造分子的 相当是一千四 看见了吗 然后接下来他的退是百分之百退 所以百分之百写不写都行了 这时候你看一下 我们给他退增量退多少 先算一个一千四 先算一个一千四除以一千五 一千四除以一千五百分之九十三 对吧 然后用百分之九十三 百分之九十三点三三 我们就说百分之九十三吧 然后相当于是我们拿六十 乘以百分之九十三 能退五十五点八 看着五十五点八万 这个其实就是我给大姐夫这个企业退的增量按月退的 因为他就到七月份的时候有流底税额 其他的都是应大税额 对吧 那我给他退了一个退增量 退了一个五十五点八万 那么接下来大姐夫就说了 哎我听说2022年这十四号公告 说除了给我们制造业行业 除了给那些微型企业 小型行业退这个增加的这个量 说那个历史问题也给解决一下 是吗 我说对 所谓的历史问题 就是这个政策出台之前最后的那个数 就是2019年3月31号那个数 我说之前那个你没退过 对吧 他说我不懂 没退过 我说好 这回我们可以一次性给他退回来 一次性能退多少呢 您看一下 你看相当于是我们在退完增量以后 还能退存量 你看我们的存量是多少呢 这个存量其实就是2019年3月31号这个数 其实就是存量退650 存量退650 当然依然也会受到一个进向构成比例的问题 我说你回去看一看啊 你的进向构成比例是多少 假设这个进向构成比例依然也是 假设我们刚才说的是百分之 假设吧 假设是95%吧 那你就退95% 这就相当于是给他退了一个存量 看见了吗 这相当于给他退一个存量 存量相当于是退了650万乘以95% 等于能给他退617.5 617.5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呢 您来感受一下啊 我们无外乎就是给制造业企业 或者给微型企业和小型企业 先退增量后退存量 当然这两个作为纳顺来讲可以随便选 我可能这个月我只想退增量 可能我这个月只想退存量 可能我这个月两个我都不退 可能我这两个月我都退都可以啊 但是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您要想算增量能退多少的话 您必须要跟存量去比 因为如果有存量 就是一次性还没有退过存量情况之下 说明2019年3月31号这个650还在的情况之下 增量一定是跟650比 大于650的就是增加的那个量 就拿增加的这个数来乘以进向构成比例 这个进向构成比例考试一定会给你条件 要么就直接给你个比例百分多少 要么就会给你一个条件 您自己去算 对吧分子是多少分不是多少 它一般都是你的条件 然后再乘以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成不成都无所谓了 对吧 这是相当于退增量 那么增量退完以后 我们再退存量的时候 其实您就看存量是多少 但凡有增加 就你增量 你看你现在710 但凡比650多 那你的存量其实就是650 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650一直没有被消化 你看它是一个越来越大的状态 从2019年3月31号的650到现在都710了 对吧 说明你的流底水额是一个越来越大的状态 但是我们先退的是一个增量 增量它只是增量了60 最后才退了50多 大范围还都在这 所以退的又是一个存量 其实也就是相当于 那大家想想 你这650 其实是不是3月31号的650 一直到4月份就已经消化了 4月份消化到5月份 一直消化一直消化 一直到这就挪成了多少 挪成了700亿 对吧 就一直往下滚往下滚往下滚 滚到了2022年7月31号的700亿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您记着啊 当我们去为制造业企业 或者是后面的提到的批发零售行业 还有微型企业小型企业 当我们去给它退增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跟存量去比 如果存量还从来没有退过的话 那这时候比存量大的就是增量 比存量大的就是增量 那么增量退完以后 你存量不然没退了吗 现在要退存量的话 其实就是层就那个数 因为你增量比存量大 你存量小啊 那么就是存量就那个数 你还是乘一个进向构成比例 能理解了吧 好 这是我们说的7月份 7月底的时候 它的增量出来了 您看 它也退完了增量 它也退完了存量 等到我大姐夫 到了2022年的8月31号 又找我了 他说 哎呦我们这个月啊 还是留底税额 不是应那税额 我跟你大姐也采购了很多 从国外买了一些原材料 从国内也买了一些原材料 我们进向特别大 我们这个月付900万 留底税额900万 他就问我 你给我算算 退多少啊 还跟那个 那个存量去比 差多少 我说不要跟存量去比了 我存量我都给你解决完了 都退回来了 你没有存量了 对吧 你的增量就是你当期期末 你当期期末就是900吗 你就拿这个900 乘以你的进向构成比例 然后他说 我进向构成比例 假设58% 你就乘以58% 这时候你算出来多少 就给你退多少 就完了 然后这时候你想你还有没有存量 因为上个月你是给我 退了增量 退存量 这个月给我退完增量 再退存量 你的存量已经为零了 退个头啊 都退完了 对吧 所以在这儿你看 我们一个案例 一个案例的去归纳总结 先说大姐夫的这个企业 他是属于制造业 其实你是制造业也好 你是小型企业也好 微型企业也好 一样的政策 甚至你是后来的批发和零售还原 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的这个 文件颁布的时间 以及适用的时间 不一样而已 这个话说到今天 都是一样的政策 都是一样政策 那么此时你就记住了 但凡你每个月的月底 咱就以 你比如说今年 2023年3月底也可以 到2023年的3月底 我们就要跟2019年3月31号 那个数去比 那个数叫什么 叫存量流体税额 只要比他大的 或者叫存量还没有退过啊 只要比他大的就怎么样 你看这不就比他大吗 这不就是710跟650去比 大吗 710-650给60 这就是存量 然后乘以一个进向构成比例 完了 不用再乘以100%了 对吧 那么你的增量退多少钱 这不就出来了吗 存量呢 存量我们都是一次性解决 历史问题都是一次性解决 那么存量到底是多少钱 但凡有增量 都是有增加 只要有增加 都是说当期的期末 比曾经的存量要大 那么他的存量 就是那最小的那个数 就是他曾经2019年3月31号那个数 对吧 那你就退那个数好了吧 当然也要乘以一个 进向构成比例 然后一旦把一次性的存量退完以后 你每个月还会有增量 你每个月都有可能 比如说你这个月 我们买的少 我们应纳税额 正数交 下个月我们又买的多 我们又是一个流底税额 那就是你哪个月赶上流底税额了 你哪个月就退 所以这个政策是长期有效的 你看见了他只是说 从2022年开始 不管14号公告 还是21号公告 都从去年 有的是4月纳税申报期 有的是7月纳税申报期开始 一直以后 我认为这种增量流底税额 存量流底税额 它就是越来越范围广 而且它会永远用下去的 它越来越还原真正的增值税 越来越不占用企业资金了 对吧 所以您看一下像我刚才说的 大姐夫到3月31号 他有一个负的710 他的负710 是不是退了一个50多 是不是又退给他一个600多 那你说没都退完呢 没都退完是因为他的进向构成比例问题啊 所以你进向构成比例 他不给你退 不给你退怎么办 他让你慢慢消化 他不给你退钱 他让你慢慢的从你的下期的 应纳税额里面再减量 对吧 你要归根结底 不都是把这给退了吗 只不过就是有一大部分钱是退给你的 一大部分钱是因为他是采购农产品计算抵扣的 或者国内旅客运输计算抵扣的 你就慢慢抵就OK了 这是第一种情况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给您看第二种情况 你看啊 第二种情况 二姐夫 看着啊 二姐夫是干什么的呢 他跟我二姐两个人开了一个7天酒店 他是搞住宿或者搞餐饮的 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从去年的21号公告适用的 那就是7月的纳税申报期 所谓的7月纳税申报期 那自然就是6月1号到6月30号的税款缩除期期 对吧 比如说 咱假设吧 咱就是9月30号吧 咱来个日子 到了2022年的9月30号 对吧 二姐夫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 听说你给大姐夫做了增量流底税额退税 并且做了存量流底税额退税 我给大姐夫退了好几百万呢 说你给我们这也看看吧 我就问他 我说你到2022年9月30号 你问问你们会计 你们的肖像减了镜像 再减了之前的流底 是应纳税额还是流底税额呀 他说了 我们算了 是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是你把所有的镜像都消化了 然后你还应该往税部去交税 你还退什么退 退你个头啊 所以他既然是一个证书 那就不存在退的问题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 到了2022年的10月31号 又找到我了 他说 我这个月啊 我跟你二姐买了很多电视 因为我们是旅店嘛 买了很多电视 然后买了很多床铺进来 我们的镜像可大了 会计刚才给我们算了 我们是一个流底税额 多少 1500 流底税额1500 OK 我说那你问问你们会计 你们2019年3月31号有流底吗 他说了 问了我们这个酒店 2019年3月31号有流底 是负的2500万 好 看着啊 负的2500万 好 这时候大家帮我看一下 二姐夫这儿 他有没有增量 什么叫增量流底税额啊 增得是跟存量比 得有所增加呀 你到2022年的10月31号 你是一个流底税额1500 而你反过来 在2019年 疫情爆发之前的时候 你2500 你根本没有增量 我说对不起 二姐夫 你退不了增量 二姐夫就说 难道我不配 我不配退增量吗 大姐夫那怎么就能退呢 我说你看大姐夫这个 人家确实是710 比650大 人家就是有增量 而你这个没有增量 那我这就不能退了 是吧 不是说了吗 从今年7月 这个纳税申报起起 我们这种住宿的 我们这些什么什么 这个批发零售 不都能退吗 我说这时候 你听我说完 你的增量流底税额 真的没有 没有增加吗 但是你可以退什么 存量 它没有增加 就真的没有办法退啊 你可以退存量 而且据我了解 税务机关 存量流底税额的退税 和增量流底税额 是分两个科室的 你到这儿 退的就是存量 到这儿退的就是增量 我说你去那儿 别走错屋 你别退增量 因为你没有增加 你退什么 退存量 然后这时候二姐夫说 哦我知道我知道了 要退存量的话更好了 我能退2500万 我说你想多了 大家想想 你的流底税额 它是一直要被消化 一直要被使用的 一直要被抵扣的 所以二姐夫的这个 餐饮行业 或住宿行业 他在2019年 3月31号的 这个负2500万 他在4月份的时候 是要被减掉的 对吧 你4月份的时候 4月1号到4月30号 你是消向减进 消向减2500 对吧 如果又形成到4月底 到5月底到6月底 所以归根结底 就相当于一直 又往下滚 往下挪挪挪 挪到了现在的 1500 所以我就告诉他 二姐夫 当你这个企业 当你这个企业没有增量 流底税额的时候 当你退存量的时候 你想想 为什么你没有增量 是因为你没有增加 说明你的当期期末 是小于你的2019年3月31号的 期末流底税额的 那么这时候给你退的 那个存量流底税额 就是你的当期期末 谁小按谁退 不可能给你退2500 因为你的2500 慢慢消化 慢慢消化 慢慢减 慢慢减 都已经滚到现在的1500了 所以这时候给您退的存量 退多少 退1500 当然你的进向构成比例呢 二姐夫说了 我告诉你 我跟你二姐干的是 这个住宿餐饮 对吧 我们也有找农民 买农产品的情况 我们的进向构成比例 我们会算是98% 那好 你就乘以98% 就完了 这就是给他退的存量 没有退增量 没有退增量 一次性把存量给他解决了 但是等到下个月 什么时候啊 2022年的11月30号 他又找我 他说 哎 我们这个月 我说你让快去看看 哎呦 他说坏了 我们这个月是一个应纳税额 那我应纳税额 你就别找我了 我们现在退的是什么 流底税额 流底是负的 不管是增量流底 还是存量流底 那我那帮找我交去吧 对吧 然后他说 我可能下个月 我得多买点东西 好 到了2022年的12月31号的时候 他找到我了 他说我们这个月又采购不少 我们有付的7100万 好 就问我 他能退他 他能退什么 这时候还能退存量吗 存量都一次性解决完了 存量退完一次就再无 再无存量了 对吧 只要退完了以后 就都是零了 然后接下来 他让我他让我帮他退 我说你这又再退增量啊 他说你不说我没有增量 我说你上次没有增量 你上次是还有存量的时候 你没有比存量大 现在你存量为零了 只要存量为零 当期期末都是增量 我说行了 我说你就拿这七千一 我说你们这夫妻二人到底买了多少东西 怎么形成这么大的流底税额呀 他说我们买了很多啊 我们这个酒店或者我们用的东西 我们的这个装饰服务啊 等等 对吧 然后我说那你们的镜像构成比例是多少 假设95% OK 这时候能给他退 就退这么多 退的是增量 看出来了吧 那也就是说 这两个例子 你能归纳总结一下吗 大姐夫和二姐夫 他差在哪 他差在当他没有退存量之前 没有退存量 你看这个存量还没有退之前 这也是存量没有退之前 我们看有没有增量 一定是看当期期末 就你想退的这个月份 如果你本月是一个应纳税额 你根本退不到 你根本没有不存在退的问题 对吧 得是你符合条件了 你想退 你又得符合条件 因为是个流底税额 又得想退的时候 就你当期期末 你得比存量大 那才能退得出来叫增量 你就到增量那个科室去退就OK了 对吧 你看大姐夫这就大 他就能退增量 他退完了增量 之所以叫增量 那一定是比存量大的 那说明存量还没退 那好 你可以接着再去退存量 对吧 先退增量 再退存量 然后存量一次性解决完以后 再无存量了 以后每个月期末流底 就是他增量 二姐夫这不一样 二姐夫这 当他期末 想去退增量的时候 他得跟存量比比吧 不大 还小 说明没有增加 没有增加 对退不了增量 你看他依然是 哎呀 我这有付的1500万 怎么办呢 你退不了增量 给你退存量 存量其实退的 也是这1500 不是那2500了 因为你这个是个滚动的状态 他已经滚到今天了 滚到今天 我们在退存量的时候 永远都是2019年3月31号 那个期末流底税额 和当期期末流底税额 谁想按谁退呢 那肯定是2500大于1500 退1500 成一个进向构成比例嘛 那么到二姐夫这 你就会发现 他没有增量 但是他退存量 存量一旦一次性退完以后 干嘛 每期期末 就是形成新的增量 对吧 所以这是两个例子 然后我再给你随便 我接下来再给您说三姐夫 三姐夫假设是郭德纲 这个三姐夫呢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什么事了 就是这个问题 它本身并没有多难 我希望您自己给自己出题 比如说您就是德云社的 对吧 或者是您 郭德纲就找到您了 你看看 我这个怎么个退法 德云社是搞什么的 搞文化的呀 它是适用于2022年的21号公告啊 它是属于文化 对吧 娱乐等等 那么在这里面 假设郭德纲什么时候找到您了 很简单 咱就说 它是今年 因为政策是一直延续的嘛 假设就今天 2023年的3月31号找到您了 郭德纲找到您了 您是税务专家 然后就问问说 听说现在能给我们退点留底税额呀 这三年我们也没怎么开张 对吧 我们也广是买买买 买大罐啊 什么买桌衣板凳啊等等 对吧 然后您就说别的别说了 你让会计看看去吧 因为郭德纲肯定是一个一般拿税人啊 看看去吧 他的这个3月31号 您是一个应纳税额 还是一个留底税额呀 他一看 哦 是一个留底税额 多少钱呢 假设负的550万 对吧 那这时候您马上就要问他什么 去问问你们会计 问问你们会计什么 2019年3月31号的那个存量留底税额退过吗 郭德纲说应该没退过 我们都不懂 对吧 头一摸问您来 然后你说 那你问问2019年3月31号 你们的留底税额是多少啊 你看负的470 你看只要是负的就是留底 对吧 这时候你可以作为他的税务顾问 您说了 哎呀 恭喜您啊 您可以退什么 增量啊 因为你有增加呀 那么你增加多少 增加就是550 看见了吗 550-470等于80 那你增量不就退80吗 依然是乘以一个镜像构成比例啊 你就问 你们买过没买过农产品啊 对吧 有没有国内旅客 哎 我估计他们会有国内旅客的运输 你想啊 他们到全国各地的去演出 那不都是他的员工吗 啊 坐的那些飞机啊 等等 不都是有那个计算底扣吗 然后假设他让会计算了 他的镜像构成比例 假设啊 是 呃 假设啊 嗯 85 那就是85% 对吧 85% 那相当于最终他能退多少钱呀 增量能退80万 乘以85% 能给他退68万 对吧 你不就很简单 你就你就能算出来 他的增量到底能退多少钱 能退68呀 然后这种国家刚说了 好嘛 我到3月31号 我那流低500多万 才给我退68万 退的不多呀 你说你别着急呀 这是给你退的增量 咱们国家啊 这个2022年这两个政策 14号公告和21号公告 除了退增量 还能给你退存量呢 那存量能退多少啊 您就记住了 存量到底退多少钱 它就取决于你有没有增量 但凡有增量 就说明你的存量是小的 对吧 如果像刚才二姐夫那个 他根本就当期第一期就没有增量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他的2019年3月31号 那个数是大的 所以此时我们的存量都取谁小 谁小 那你看谁小啊 肯定是550大470小 所以他的存量就是471 就在这稍微有一点麻烦 这是471 就拿470的存量 乘以镜像构成比例 假设金像构成比例一样 都是85% 那你就知道给他退 这是退的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增量 这是退的什么 存量85% 然后还有15% 那是留待他下月接着以抠 对吧 那不就很简单了吗 等到2023年 2023年的4月30号的时候 郭德纲又找到你了 对吧 他说你上次给我退的不错啊 上次给我退了一个增量 68万 又给我退了一个存量啊 存量 我们来看存量是470 470乘以85% 399.5 看着啊 399.5 相当于是在您这个税务顾问的情况之下 给他退了一个存量 399.5 又给他退了一个增量 68 现在是一共给他退税 退了467.5 467.5 减掉他曾经的550 说明还有个82.5 没退对吧 为什么 因为那82.5 是因为 比如说你找农民买东西 这个计算抵扣的 或者是国内旅客的 计算抵扣的 对吧 所以这时候你看 你这82.5 肯定是在算 他2023年4月30号的时候 削项 减了 进项 然后再把这82.5 减掉以后 比如说是一个负的 171万 那这时候郭德红 如果又找到你了 到4月30号的时候 你看看我能退多少啊 你还用说吗 你说咱们的存量 已经一次性解决了啊 存量再也没有了 所以接下来能退的 就是每个月 如果出现了一个流底时刻的话 可给您退增量 那么这个增量是多少 就是我们增加的 期末流底 就当期期末流底 171 乘以进向构成比例 进向构成比例 假设95% 那这时候相当于是 就给你退这么多 完了 也就是说 增量也好 存量也好 它需要你自己 给自己讲明白 自己给自己消化掉 所以只要一说 当期期末 想去退增量 你就要跟存量去比 如果存量一次性 没有解决过的 那好 比它大的 它叫增量 没有它大的 那就没有增量 如果存量一次性 都解决完了 你每个月月底 再出现了期末流底时刻的话 那就是增量 因为它前面是零 谁比零都大 那就是增量 对吧 所以在这就稍微的 麻烦一点 您不信您看啊 我们现在就给您 看这个表 这个表再看的话 可能就更好理解了 大家看 我们讲了半天 这些政策 无外乎就要把 这个退税额算出来 您看 关于允许退还的 增量流底税额 是不是增量流底税额 乘以进向构成比例 乘以百分之百 存量也是 存量流底税额 乘以进向构成比例 乘以百分之百 那么增量到底是多少钱 存量到底是多少钱呢 您来看这个 增量流底税额就这 看见了吗 这个增量流底税额 到底是多少钱呢 你看他说了 如果这个纳税人 在获得一次性 存量流底退税之前 他的增量流底税额 为当期期末流底税额 与2019年3月31号相比 新增加的流底税额 这是不是说的大姐夫 你看大姐夫有没有增量 有啊 因为他当期期末 7月31号是710 前面是650 他有 这就是他的增量 对吧 那好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这是他的增量 然后接着再往下看 他说这个大姐夫 这个纳税人一旦获得了 一次性存量流底退税后 你看啊 他获得没获得 你看他获得了吧 大姐夫呢 是不是存量已经退完了 617.5 退完以后 他再有增量是多少 就是当期期末 看见了吗 就是8月31号的这个900 看见了吧 所以您看啊 看 如果一旦大姐夫 获得了一次性存量流底税额后 增量流底税额 就为当期期末 每期期末 8月底 9月底 10月底 每期期末 只要是流底税额 他都是新增的 他都叫增量 说增量是无穷大了 增量是无穷了 一直以后 就会永远都会增量 但是存量就是一个点 一次性解决完就完 只要扣完了 再没有存量 就说了 对吧 好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说存量流底税额 您看 什么叫存量流底税额呀 说纳税人 获得了一次性存量流底退税之前 看见了 这个存量是最麻烦的 您看 我们在刚开始给您讲 大姐夫和二姐夫的时候 他的存量是不一样的 您看看 大姐夫的存量是什么 是650和700亿之间最小的一个数吧 它是取谁低 为什么 因为大姐夫这是有增量的呀 他有增加 说明他的存量就是小的 而到二姐夫这 您看出来了吧 二姐夫10月31号 负了1500 3月31号 负2500 说明什么 到二姐夫这 他没有增量 没有增加 说明他的存量就是大的 但是我们的存量 永远都是责其小 责最小的 存量永远都是当期期末 和2019年3月31号 谁小 谁就是那个什么 存量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 看啊 说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流底退税之前 说 看着啊 在没有解决存量之前 如果当期期末流底税额 是大于或者等于3月31号 大姐夫那就是啊 大姐夫那个不就比3月31号那大吗 看 大于或者等于3月31号期末流底税额的 那么他的存量就是3月31号那数 看见了吗 存量流底税额就是2019年3月31号那个数 看见了吗 这就是他的流底税额 然后接下来还有二姐夫那个 你看 二姐夫那是属于当期期末流底税额 你看看 你看他的当期期末流底税额1500 他的3月31号是2500 看着啊 看 这是1500 小于了2019年3月31号的2500 看见了吗 这时候谁是存量 1500 因为那2500都慢慢的被消化了 被抵了 所以你看 存量流底税额为当期期末的流底税额 就是那1500万 而且告诉您 不管是什么纳税人 一旦获得了一次性存量流底税额之后 存量就再也没有了 就为零了 所以只要把存量退过了 你的增量都是你每个月月底的那个数 看见了吗 存量流底税额就为零 所以如果我不给你举后面这个例子 你看啊 如果不举这个大姐夫这个例子 第一期 就是在没有退存量之前 增量大 这才叫增量 如果在没有退存量之前 当期期末 没有 小 他就没有存量 对吧 这是大姐夫这个例子 这是二姐夫这个例子 这是郭德纲这个例子 就是你最起码 自己能给自己讲明白吧 你说他难吗 我没觉得他有多难 但是第一个 就是他几个政策 他是一个地研型的 先给谁 先给集成电路 又给电力行业 又给普罗大众 又给先进制造业 又给制造业和微小企业 又给批发行业 接下来就到底怎么退 是退增量还是退存量 增量增量怎么退 存量存量怎么退 你看从去年开始 这个政策 都是乘以100%了 对吧 还有假设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咱现在说 我是个建筑行业 那如果你要是个建筑行业的话 您看看 您 是先进制造业吗 建筑行业可不算先进制造业 那您建筑行业算制造业吗 也不算制造业 那您建筑行业算批发零售等等吗 就您算这些吗 也不算 你说了 我都不算 而且我这个建筑行业 我告你 我增值税的销售额 我都一个亿了 我正好等于一个亿 那您就属于什么 不是微型 不是小型 不是中型 那大型企业了 这时候你说 我也想用这些政策 行吗 可以啊 你可以用2019年的39号公告啊 2019年39号公告 所有行业都能用 但是你得同时满足那五个条件 那五个条件当中第一个条件不是最苛刻的吗 得是连续六个月都得比2019年3月31号那个数要大 而且第六个月还不能低于50万 你只要是符合那个条件 所有行业都能用 你说我不符合 我想靠用这个行吗 这些政策我可没给你用 对吧 除非你是微型小型企业等等 然后就是到底退多少钱 这还是挺重要的 所以大家看一下 尤其这一点 很多人就觉得 哎呀我不明白 您就记住了 增量 看着啊 增量留底税额 您就看 他之前退过没退过 存量 如果没有退过存量 增加的 有增加就叫增量 没有增加就没有增量 如果你退过了存量了 你每期期末就是增量 很简单 增量就是你当期期末 增量就完了 那存量呢 存量到底退多少钱呢 那就是看 看什么 存量就看2019年3月31号 和当期期末 谁小就退哪个 退完了还有吗 再也没有 这辈子也没了 永远都没了 就是你要这么一说的话 你会发现也挺简单的 是吧 好 那么说完这个以后呢 要说最最难的 其实无外乎就是 你要是写个这个的话 其实相当于是 这是存 这是增 这个所谓的增量流底税额 一定是比它大 大才有增量 大那个小就没有了 然后这个如果大过来 大出来了 那你就退 然后接下来存量就是它的 19年3月31号的那个前数 对吧 那你比如说吧 我再给带个数据来 2019年3月31号是负的210 然后到2023年的3月31号是负的220 那增量就是退什么 10 看增量 增量220吗 220比221大10吗 10乘以 假设进向构成比例 假设95% 那就退9.5万 不就完了吗 那你退完增量以后 再退存量 存量永远都是这两个数 谁小 谁小啊 21小啊 还是220小 21小啊 所以退存量 存存存 退存量 存量是什么 21乘以 进向构成比例 95% 这不也就退完了 退完以后 存量再也没有了 然后这时候 每期期末 比如说到4月30号 到5月31号 6月31号 6月30号 你有多少钱 你就拿着这个钱数 乘以进向构成比例 去退 对吧 那么还有种情况呢 就是你 19年3月31号是负的210 等到2023年3月31号呢 是负200 你负200就不行了呀 你负200没有增量啊 你增量就退不了啊 那能退存量 存量是什么 存量就不能是210了 得是谁想 200 那存量 退的就是200 乘以进向构成比例 就完了 对吧 退完以后 就再无存量了 增量就是当期期末了 那你就会发现 只要这个纳税人 把存量一次性解决完以后 他的增量全都是当期期末 对吧 全都是当期期末 那如果他没有退过一次性 没有解决过存量的问题的话 他一定是大于存量的 才叫增量 没有大于存量的 那不叫增量 但是不叫增量 不退增量 不代表不能退存量 对吧 他存量还可以退 OK 好 说完这个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这两个小例题 这是教材上的例题 你来看一下啊 他说 举例说明增量退多少钱 那要说增量退多少钱的话 看这边嘛 那一定要找谁啊 找存量 看存量退没退 存量要是还没退的话 得比存量大的才叫增量 存量如果都解决完了 那么当期期末就是增量 对吧 你看他说 某纳税人2019年3月31号期末流底税额是100 所以我要如果画个这个的话 说明他的2019年的3月31号是负的100 流底嘛 就是负的 然后2022年的7月31号期末流底税额 那就在这了 2022年的7月31号期末流底税额为120 你一看大于他负的120 大于他增量是多少 增量肯定就是20嘛 然后他说在8月纳税申报期 你看8月纳税申报期 是不是7月的税款所处期啊 对 在8月纳税申报期申请增量流底退税的时候 如果从来没有退过存量 你看 如果此前未获得一次性存量流底税额 该纳税人的增量流底税额就为20 那不就是120减100吗 但是如果这100已经退过的话呢 那就是相当于是他的存量为0 增量就是120 对吧 所以你看 他说如果此前已经获得过一次性存量 那你这个100都退完了 那此时这就是0了 那你谁 你增加跟0比 那不就当期期末吗 你看 这时候如果退完了存量 那么该纳税人的增量流底税额就为120 就是这个很简单 对吧 这就是增量到底退多少钱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个例子 说存量到底退多少钱 最难的其实就是存量 你就记住了 存量到底退多少钱 一定是当期期末和2019年3月31号 谁小就按谁退 您来看一下 为什么谁小按谁退 我给你解释过 我们来看一下存量 他说某微型企业2019年3月31号 它的期末 你看我们永远都是说 2019年3月31号 它的期末流底税额是负的100 看见了吧 2022年的4月 2022年4月申请一次性存量流底退税 你就相当于是2022年的4月 对吧 4月申请一次性 当他4月申请退税的时候 其实他应该是一个3月的税款所属期 他说如果当期期末 就是相当于是3月底吧 你看他说的是4月申请 4月份申请那肯定就是3月份的税款所属期 来看 3月 看着啊 3月 看着啊 这是3月3月 3月31号 你看4月税款 4月申请嘛 说如果当期期末流底税额为130 就说明在这是一个负的130 对吧 那么这时候您来看一下 它的存量是多少 它的存量是100啊 不是这两个说PK吗 谁小吗 那肯定就是退100啊 你看该纳税人的存量流底税额就为100啊 对吧 然后接下来他说 如果当期期末是90 那就2022年的3月31号不是130 而是负的90 这时候依然是谁小 谁小啊 90小啊 那就按90作为存量流底税额 看见了吗 该纳税人的存量流底税额就为90 他应该4月份把这个存量流底税额退完以后就没了 看见了吗 该纳税人在4月获得存量流底退税之后就再无存量流底税额就没了 所以现在这道立题是解决什么 解决我们退存量的时候到底退多少钱 您记住存量都是一次性的 它不跟增量一样增量是源源不断 每个月 哪个月的月底只要是一个流底税额 它都可以退税 它都叫增量流底税额 增量就是说 因为 只要你一次性退完以后 以后每个月都是增量 增量你可能一万年以后都能退 每个月都会有增量 但是存量就解决一次 就退一次 退完以后再无 存量可言 那么存量在退的时候 永远都是2019年3月31号的那个流底税额和当期期末流底税额 水谁小 我就退谁 当然要成一个这个 进行的构成比例 能理解了吧 好 说完这个以后 你就会发现 我们已经把关于流底税额的退税问题就算讲完了 流底税额的退税 你看 当我们再回到前边提到的这些内容 这就是我们说的最早 看见了吗 这是最早的那个政策 2019年4月1号普罗大众的 对吧 你要说最早是2011年 2018年到2019年到6月1号 对吧 然后把这个政策就给了谁了呢 把这个政策就给了这儿了 制造业等行业 还有小微企业 然后制造业等行业 什么叫制造业等行业呀 你看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儿 这就是制造业等行业 看见了吗 然后慢慢的我们就给到了 连郭德纲都给了 文化行业 对吧 体育行业 娱乐行业都给了 然后就是我们知道哪些行业可以用这个政策 所谓的用这个政策就可以享受到增量流底税额和存量流底税额的退税 然后你说流底税额一定是负的 然后我们归根结底要解决退多少钱的问题吗 你看到底退多少钱 它就取决于增量也好存量也好 看见了吗 哎 我们得算出来增量流底税额是多少 存量流底税额是多少 乘以进向构成比例乘以百分之百 那么到底怎么算出来这个增量和存量呢 你看它就分成前和后 如果没有怎么怎么样 然后如果退完了以后怎么怎么样 你看这就是我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 你把这个例子自己给自己讲明白了 就知道这是低期有增量的 这是刚开始根本就没有增量的 没有增量退存量 然后日后还会 因为你存量退完以后都是怎么样 对吧 所以接下来这是郭德纲的这个 你可以自己也看一看 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已经把应该算是稍微难一点的 稍微乱一点的政策就给你讲完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这页PPT讲完 整个第四节就算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 就第三个问题跟我们刚才说的 流底税额退税完全没有关系了 把脑子清空跟着我接着 把这页PPT学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很简单了 他说如果这个一般纳税人出现了销售折让 出现了销售中止 出现了销售退回 就会涉及到卖方它的销向税额 和买方进向税额都要冲回的问题 因为我卖没有卖出去 退回了吗 那么我的销向税额就会变少 而你买 你也没有真正买进来 你也没有真正承担进向税额 那么你也要充减你的进向税额 所以大家看一下 销售方充减销向税额 购货方充减进向税额就完了 这个没什么可考的 再看第四点 说向供货方取得返还收入的税务处理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大家看一下啊 我先给你讲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啊 是这样的 原来增值税跟营业税都在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商场呢 他去卖货 那肯定是销售货物 肯定是属于增值税的增值范围 这个不假 但是商场有的时候呢 他会把这一层就租给了 假设租给了海尔 租给了格力 那么这时候他收的租金呢 是要交营业税的 是要交营业税的 而且呢 格力也好 海尔也好呢 他会告诉这个商场 我告诉你啊 这台冰箱就给我卖1130 多一分都不行 这叫平销 我让你卖多少钱 你卖多少钱 然后呢 你卖出去一台 我给你50块钱 好 作为商场来讲呢 他就相当于 你看 这是相当于是 假设这是格力 然后呢 就给了这个商场 看着啊 就给了这个商场 搁到这个商场的卖场 然后这个商场呢 就卖给老百姓的 这时候呢 格力告诉他 你就卖给老百姓 1130一台 1130一台 说明销售额是1000 增值是130 对吧 那么站在这个商场的角度上来讲 他卖给老百姓 他形成肖像130 他又相当于是 从格力买进 进向130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 视同销售啊 没错吧 这是委托方 这是售托方 售托方 视为卖自己的东西 形成肖像税额 然后委托方 视为卖给了售托方 也要形成肖像 对吧 那么此时就有个问题出现了 既然格力也好 海尔也好 告诉这个商场 就卖1130 那么这个商场 相当于是他的肖像 是130 他的进向 就格力给他开的票 我们讲过啊 也是130 这时候你会发现 是不是商场 站在增值税的角度上 他的应纳税都为零啊 对吧 而且这个历史背景 是在增值税和营业税 都在的情况之下 那么格力说了 你卖出去一台 对吧 我就给你50块钱 假设一共卖出去 10台500块钱 那个时候 商场就这500块钱 交的是营业税 因为什么 相当于是商场 把他的这个地面 就是这点位置 给出租出去了 那租赁 就是属于营业税 增税范围 所以增值税不干了 增值税说 你这归根结底 就是卖冰箱啊 你总不能说 你格力也是卖货物 你商场也是卖给 老百姓货物 怎么我增值税 到一分钱 争不到了呢 怎么都变成了 交给他们营业税了呢 这我出不了这口气 怎么办呢 所以确实 本着这个 实质中于形式的原则啊 确实 不应该不交增税 那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就出了一个政策 你看 他说 向供货方取得的返还收入 那也就是说 商场向格力 收到的返还收入 说对于商业企业 就是商场 向供货方收取的 与商品的销售量 销售额挂钩 你卖一台给多少钱 或者给你多少钱比例 对吧 这个挂钩 如以一定的比例 金额数量来计算出来的 各种返还的收入 均应该按照 平销反利行为的 有关规定 充减当期增值税的 进项水额 言外之意就是 商场卖给老百姓 形成的销项是不变的 但是他从格力那儿 取得的进项 是不能按130了 因为格力 是要给他好处费的呀 比如说格力这一台 给了他50块钱好处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 在他的进项这给他变小 进项这变小 你想50块钱的好处费 我们可以算一下 相当于是格力说了 你给我卖了一台 给你来50块钱好处费 这50块钱相当于是含税的 拿50 然后去除以1.13 相当于是44 然后再乘以13% 增值税就是5.75 相当于是我们在这就修正了 减130减5.75 看见了吗 相当于是站在这个商场的角度 肖像还是130 进项就变成了130减5.75 5.75 那您看看减掉 您看看减掉这个括号以后 130减130等于0 相当于是这是个加号 就相当于是给当地交增值税 5.75 您看在这了 他说吧 他说应该充减进项税额 计算公式 当期应该充减的进项税额是什么 当期取得的返还收入 比如说收到了50块钱的返还收入 就拿50块钱 除以1家所够货物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13% 再乘以所够货物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 就完了 其实无外乎就是让这个商场 在当地交增值税 如果不交增值税的话 不做平销返利处理的话 你是谁 平销 我让你卖多少钱 卖多少钱 然后我一台给你返50块钱 如果做这种平销返利的话 相当于平销 销项减进项 站在商场的角度 商场当地的税务 就是争不到一分增值税的 人家不干了 人家说你毕竟在销售货物 所以要抵减进项 销项不要抵减 因为你卖给老百姓多少钱 销项就是多少钱 只是抵减进项 当销项不变 进项被变少的时候 应纳税额不就出来了吗 对吧 所以就是你不要去交营业税 要交增值税 所以我说 为什么他老黄利了 因为现在营业税早就没有了 这个政策教材意志 就是这个政策没有被废止 所以教材意志也没有删 然后再看 商业企业向供货方 收取的各种返还收入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商场 大家想想啊 是不是商场给老百姓开票 格力给商场开票 那么这时候 格力给他开票 对于商场来讲是进项 商场收了他五十块钱 再给格力开张 责任水中用发票 这就对开 就因为开乱了 所以我们根本不允许 商场给格力 开责任水中用发票的 所以你看一下 商业企业就商场 向供货方收取的 各种返还收入 一律不得开去 赚用发票 但人家确实给了你五十块钱 那怎么办 给他开张普票 那开普票 然后接下来第五点 就是关于一般纳税人 因为我们本节说的 都是一般纳税人 说一般纳税人 在不干的时候 注销的时候 进项税额怎么处理呢 一般纳税人注销了 或者被取消 辅导期一般纳税人资格 转为小规模纳税人的时候 因为小规模纳税人 他就不能抵进项了 对吧 就说明他买卖比较小 核算不健全 他存货也不做 进项税额的转出 其留底税额也不易退税 在这儿您就了解一下 但凡您最终 变成了小规模纳税人 您能做留底税额的退税吗 我们的留底税额 都是给谁做的 留底税额 对 但凡能够体现留底 那一定是肖像减进像 大于零叫应纳税额 小于零叫留底税额 所以小规模纳税人 即使 你说我原来可是一般纳税人 只不过我这个辅导期过了 我没就烂泥扶不上墙吧 我最终没有形成 一般纳税人身份 我就回成小规模 那我原来那留底呢 不是给退的 给退的都是一般纳税人 所以留底税额 不予退税 知道一下就完了 这个没什么意义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讲一道 多项选择题 就是跟这个评销反例相关的 你看 他说某生产为赃值是一般纳税人 与其供货企业 假服装厂达成协议 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 给他进行评销反例 就是你别涨钱 让你卖多少钱卖多少钱 待会我给你好处 2022年的2月 从假服装厂 购进了商品 取得了专用发票 著名价款是200万 增值税是26 当月按照评价 全都卖掉了 这时候到月末的时候 假服装厂按照协议 支付给商场反例6万 下列该项业务的受理 符合资助税有关规定的是什么 啊 那不就是销项正常算 进项要给他做抵减吗 您看 他说商场应该以200万元 作为计税的销售额 计算销项税额 对不对 完全正确 你多少钱买的 就按多少钱卖 就是200万 完全正确 销项税额为多少 销项税额不就是销售额吗 不就是200乘以13% 26万吗 他这是26.69 不对了 然后再看C 商场应缴纳的增值税为0.69 对不对呢 我也不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吧 因为商场是一般纳税人 他就得是销项减进项 他的销项刚才已经说了 是200万乘以13% 那就是26 减掉进项 他的进项也是26 但是他得到一个6万块钱的好处 这6万块钱的好处 我们得先做价税分离 看见了吗 先做价税分离 然后再来乘以13% 这时候您来跟我算一下 其实打开括号以后 26-26就没了 相当于就把这个算出来 就是他的应纳税额 您看 我们是不是拿6去除以 1.13 除完以后 再来乘以13% 等于0.69 嘿 正好0.69 说明这道题 A跟C全对 再来看 他说商场向甲服装厂收取的各种返还收入 就返还这6万 可以开具专用发票吗 不能开具专用发票 对开专用发票容易开乱 你想想 我们找谁买 永远是找谁买 对吧 我们卖给谁 永远是卖给谁 没说我又找他买 我又卖给他的 这很少见的情况 容易就是对冲 或者是少开等等 所以国家根本不允许你这样 所以这时候你记住了 不能开专票 那么这道题应该选的是A和C 您看商场准于抵扣的进向税额为多少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进向税额 26 然后要把它变小 6除以1加13%乘以13% 等于25.31 它的消向税额就是26 所以经纳税额就是0.69 接着我们来看 这道题我先不讲 我把这道题跟您大家说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某船运公司 船运公司为增值税 一般大使人并具有国际运输的经营资质 大家想 但凡有国际运输 他要是跑了国际运输的话 他是零税率 对吧 2022年7月取得寒税的收入 包括货物的保管收入 装卸搬运收入 国内的运输收入 取得了国际的运输收入 该公司计算下列增税的消向是 正确的是哪个 这道题我并不完全给您讲 但是我给您说一下思路 站在增值税的角度上 您必须要把他的征税范围搞清楚了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五指山 销售货物 销售劳劳务 销售服务 销售无限资产 和销售不dom产 在销售服务里面 有交通运输服务 邮政服务 什么这个电信服务 什么建筑服务 金融服务 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 在现代服务里面 您还得知道两个跟技术相关 两个跟技术 跟这个服务相关 而且您还得知道 他们各自匹配的税率是多少 比如说这道题 销项税额 销项税额是什么 不就是销售额乘以它匹配的税率吗 比如说他问您货物的保管收入 首先你得知道 但凡提到货物的保管 我给人保管货物 相当于是我提供的是什么 服务啊 我销售的是服务啊 我销售的是服务当中的什么啊 现代服务啊 是现代服务当中的什么 物流辅助服务啊 那么现代服务当中只有租赁服务 不是6%的 其他都是6%的 所以您看一下 是不是保管装卸搬运 都属于现代服务当中的物流辅助服务 既然是物流辅助服务 那就是6% 所以你看看 你得知道他们各自属于哪一个税务 属于哪一个税率啊 所以这种题目 你是必须要给我搞清楚的 您自己一个一个去做 然后看这个答案 然后您再自己去琢磨清楚了 就可以了啊 好 到此为止 我们已经把第二章增值税法里面最难的一节 就内容最多的第四节 关于一般计税方式下 应纳税额怎么计算 就说完了 肖像税额怎么计算 进向税额怎么确认 怎么计算 那就是怎么 哪些是可以抵的进向 哪些是不能抵的进向 然后就是应纳税额 呃 或者就是 然后大于零就应纳税额 小于零就留底税额 留底税额 就会涉及到是 截转下期抵扣 还是做留底税额的退税 做留底税额的退税 我们最早只是退增量留底税额 是从去年开始 第十四号公告和第二十一号公告 呃 分别在行业 就六大行业和七大行业 我们第一开始说那个 呃 制造业你是六大行业 后面跟郭德纲相关的七大行业 又开始做 存量啊 一次性退 所以我们也给您讲了 增量到底退多少钱 存量到底退多少钱 我觉得这部分知识节 自己去想数 自己去想时间啊 月底 然后它是多少钱 随便想数 然后自己去给自己讲 有没有增加 有增加就增量 没有增加退存量 对吧 存量一旦一次性退完以后 每个月月底都是增量 对吧 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第四节就算 讲完了 那么下一讲 我们就会给您讲两节内容 就是第五节和第六节 因为第五节 关于简易技术的很多内容 我们在前面第三节 都已经讲过了啊 所以后面就会简单不得了 好吧 那么本讲就到此结束 谢谢同志们的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